102年第四题 永庆公司每月销售9万单位的饮料 那么他提供了这些饮料每单位的正常的售价 还有每单位的生产成本 以及相关的这些管销费用的资料 那么现在假设有一批饮料即将过期 必须尽快售出 否则呢 超过的期限就需要下假 代表就是说超过的期限 他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销售价值 那么最后他问 有关这个即将过期的饮料 那么他的最低售价 如果要出清的话 尽快出售的话 应该最低售价最少要多少 那么针对这个即将过期的产品 那么我们不需考虑到 已经发生的一个制造成本 不管这些制造成本是变动 还是固定 那么都是所谓的沉没成本 那么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最低售价是所谓的增额的收入 只要这个增额收入 大于所谓的增额成本 额外的这个成本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比这个让这个产品过期 那么它的损益是零来得更好 所以只要这个最低售价 大于什么 变动行销成本10块 那么就可以有所谓的额外的这个利润 所以我们这题呢 是选10块 那么选A